十三號台空 十二號台空 嗨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竹仙星 十二號台空奧奈斯 哇 它的尾巴真的非常厲害 昨天找到秦方島 突然產生一個龍天空 真的會很厲害 他們來了 灰沙佐斯 這個實在讓人會長的意外 這個是它的吸燃器所引進來的 跟那個北方的那個冷窩 這樣動作之下 產生一個特別的現象 不過我們講一下那個 在關島地區 還是有一個熱帶氣球正在產生 它有可能稱為下一個颱風 十三號 來 請看我所整理的資料 請看 第十三號颱風胚胎觀測分析 關島附近有一個胚胎颱風正在形成 大概是五級風左右 現在的位置 在東京一百三十八度北尾十六度 昨天風力每秒達到八米 今天減弱為七秒左右 但它的結構還是完整 根據預測風力數據 推算它極有可能會形成十三號颱風 原本的十二號颱風奧 在未熱帶氣旋之後 其外圍環流依然旺盛與南下的冷渦系統 交叉碰撞所引起的不穩定 二十六日午後 遼寧新城市及其沿岸海域 將出現強雷雨大風天氣 震風可達十幾以上 同時伴有冰雹 也有短時、強降水等強對流天氣 沒想到就在昨天 也是八月二十五日下午 在遼寧省葫蘆島是龍港區 突然發生龍捲風 所經過的路線 民樓宅嚴重受損 屋頂陽台窗戶 店家招牌四處飛散 連路邊的大樹也連根拔起 真的非常可怕 未來兩天 也將是類似有強風好雨 甚至冰雹 各地要多加防範 看完這些資料我們知道 它非常不穩定 也有可能產生 不過它還是會影響 我們雖然目前在台灣 就是受到這個西蘭氣流 它一流的那個勢力影響 加上這些環流 還是天氣非常的不穩定 夏天蠻多大的雨 雖然天氣很熱 可是午後雷震也還是非常的多 不過這種天氣對我們來講 是系統平常 不過真的熱的不熱的 真的非常熱的 冷氣開整天 台灣變全又很貴 對啊 大概一度天啊 最少要五六塊啊 哦 好貴好貴 一個晚上吹些來都好幾度啊 朋友們 你們那邊熱的時候怎麼辦啊 這個電費怎麼算 好啦 今天影片就拍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對足球心的愛護支持 謝謝各位朋友 還有很多朋友幫足球心按到那個 紅包啊 那個強烈推薦做紅包 謝謝你們啦 拜拜 謝謝你們啦 拜拜 好消息 謝謝你們 我們上午的人 可以搖我 但我們上午的人 我們下午的人 我們下午的人